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IOH讲座 那在讲座之前先跟大家分享刘品桥女士所说的分享与传承 那在这个讲座当中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就读的学校科系还有课程 然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大学四年来的所参加的活动还有我的经验 最后呢会跟大家说我的心得与分享 那在讲座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就读中华大学景观建筑系的学生 然后我家杨廷威 那我在我从小到大我的生活圈都在苗栗跟新竹 因为我是苗栗人 那我在读大学之前呢因为我对景观系这个名词非常感兴趣 因此呢我在就读大学的时候非常积极地想要考取这个科系 那最后呢是选择李伟佳最近的中华大学 那在讲座的一开始想跟大家讲分享的一句话就是 不要隐藏自己的好奇心 放胆去做哪怕中途会跌倒 试过了才知道 那在我想要跟大家一开始想要介绍的就是我的学校中华大学 那中华大学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学校 它是位在于新竹的香山区 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山上的学校 那这周围就是虽然说它是偏山上 但是呢它离茄东交流到非常的近 所以交通上面还蛮便利的 而且我们学校啊周围就是旁边有一个香山转运站 然后如果你想要搭公车到市区买东西啊 或者是说你家里的时候想要回家可能是北上或南下 都可以来这个香山转运站坐车 所以其实在交通上是蛮方便的 那我们学校啊就是走出去啊 这是我们学校的街景 就是在五福乐二段上 其实虽然说我们学校附近就是没有这么的繁荣 但是其实我们附近的店家还蛮多的 所以你的早餐中餐晚餐其实不用就是非常担心 其实蛮多选择的 而且我们学校到了宵 就是晚宵夜时间 你还可以到我们学校的宵夜间去吃东西 那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学校的校园还蛮美的 而且我就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 就是小而美 就是你可能从你一走进去校门口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学校树林非常的多 就是一整片都是树林 那再进去一点的话 你可以看到第一我们学校第一个湖 它叫做白马湖 然后你可以叫它中华湖 然后这个湖啊就是每到特别假日啊 它可能就会有一个喷水的水景 还蛮美的 那再走进去我们学校的 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狭长型的 所以再走进去里面一点 你会看到第二个湖 然后这个湖啊它叫鸭子湖 顾名思义就是它在上面还蛮多的鸭子 你可以看到大白鹅啊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鸭子 那如果你啊就是平常上课啊经过这边 你就会发现你后面有很多的鸭子在跟在你后面 然后陪你去上课 那这个鸭子湖啊它还有一个另一个蛮特别的东西 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在就是可能朋友生同学生日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就是我们都会把朋友丢进这个鸭子湖里面 然后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庆祝的感觉 虽然说这个行为在我们学校是被禁止的 但是其实试一下同学还是会怎样玩 对那其实我们学校就是还蛮多漂亮的小角落 像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凤凰草坡 这个凤凰草坡它就是到每年的毕业季的时候 然后凤凰花开然后很多的毕业生就会在这里拍照 那平常的话如果你在等上课 你经过这边其实你可以在旁边的座椅上休息 然后聊天其实还蛮舒服的 那我们学校啊平常啊就是有一个地点叫做圆形广场 它位在于中华大学的管理学院 然后它这边啊就是还蛮多学生会经过 因为刚好是靠近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 然后也跟院观 所以还蛮多人经过的在这 然后你在这边可以发现有很多学生或或系学会啊 就会在这边在帮他们的活动做宣传 所以这边也有时候也会办一些小型书展 然后会卖一些东西 对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学校 就是还蛮美的 然后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很多小角落 其实都非常就是非常的舒服 你不会觉得说你到了一个很严肃的学校 它是有一种就是像公园一样很舒服的那个休闲的空间 对 那介绍完我的就是学校的校园之后要跟大家介绍就是 我觉得我们学校啊就是可以用 麻雀水小五脏俱全这几个字来形容 因为我们学校虽然没有像清大早大这么大 但是我们学校也有蛮多就是提供学生的资源 像是啊我们学校会办理很多名人讲座可能会请小说 有名的小说作家或者是相声瓦瑟之类的就是有名气的人 然后来我们学校做经验的分享 那我们学校啊除了这个以外啊他还会推广一些就是出国留学的管道 然后你可以就是如果你在大学期间想要当交换生 你也可以跟学校申请然后呢可以做半年或者是一年的交换生 那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奖项就是叫做千里马奖 就是你从大一到大三如果就是你在班上成绩都是前三名 然后你刚好又有语言证明的话 你就可以跟我们学校的姐妹校做一年的交换生 然后在大四的时候然后呢学校会花一百万来补助你做这件事情 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就业辅导部分 因为我们到了大四其实会面临就业的困难 那我们学校就会安排很多的讲座 还会邀请一些大企业老板跟教授 然后来跟我们学生做一对一的训练 然后去引导你未来的就业方向啊 然后还有训练你的口才啊以及自信心得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我们学校的资源是蛮多的 那介绍介绍完学校之后呢 接下来是介绍一下我的科系 我就读景观建筑系 那很多人就会问说景观是什么 那景观不是在外那个街上追小偷的那个景观 景观我们景观系主要训练的是景观工程或者是空间设计啊 还有一些环境规划的部分 然后也会加入一些植栽配置的训练跟植栽绿化的部分 那很多人可能会问说景观系跟建筑系的差别在哪 那景观系主要是比较偏向户外空间的设计 甚至达到一个都市的设计 那建筑系的部分比较偏向于是建筑结构或者是建筑形式的设计 那我们系主要是位在我们学校的建筑与设计学院 那我们这个学院是我们中华大学最老的院馆 然后这是我们就是走进我们这个建筑学院的时候会经过的两条路 然后通常都会走有一条路是蛮多南洋山的 这条是靠近正门的部分 那我们都会走旁边这条路 旁边就是靠近我们院馆的侧门 我们平常都是走那条路去读上学的 那其实我读景观建筑系 我觉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地点就是景观大厅 然后我们景观系是在建筑学院的二楼 然后二楼中间就是这个大厅 因为这个大厅就是从我们一年级进来这个学校的时候 办的隐形都在这边办 然后到了大寺送旧的时候也会在这边办 然后平常就是平图的或者一些活动也会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点是我们景观系共同的记忆点 那在教学环境的部分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教学环境就像是你练一个家一样 像是你从大一到大四会做过很多的设计有很多的作品 都会时不时而被展示在这条走廊上 然后这是我们景观系的这一层楼的走廊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作品都会贴在这上面 然后有时候是因为展览 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你要评图 评图然后就是就会贴在这上面 那我们啊就是系上啊就是会有总评 总评就是你就是一个成果发表 就是你可能老师一个学期会给你二到三个题目 就要去左廊老师会定一个主要的平图时间 就是大家的成果发表 那你在成果发表的前几周啊 你就会就是可能会跟同学在学校熬夜 然后你就会在这间在图室里面 就是大家一起做模型啊画图啊 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根本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家 那其实我们建筑学院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传统 就是我们啊就是在每年毕业的时候 除了会参加我们学校毕业典礼以外 我们自己也会扮演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愿避典 那我们就是会像照片中看到的 我们会在我们建筑学院后面的一个很漂亮的大草皮 办理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就是毕业典礼 然后就会在这边挥洒自己的青春 然后结束自己大学的大学四年的生活 那介绍完我们景观系之后 那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科系 我们科系主要是在学什么 那我觉得我们科系就是的课程的特色 就是从完中学习 然后我们啊就是从大一开始就是主要是训练 就是比较抽象的像是点线面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的发想 那到二三年级的时候主要是 就是会比较实际面一点 就是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会考虑到你实际的状况 那到大四的时候会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你会花一年的时间做一个题目 然后到毕业前呢就是会 就是会有一个毕业展览 然后发表你的大学四年来的作品 那我觉得我们系上就是从体验啊就是等于学习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不只是坐在教室上课啊看书才叫做学习 像我们很多课啊就是会自己亲自的动手做 像是做了一个生态词啊 你就可以就是就地取材啊 然后自己就是用利用那个土壤的就是特性啊 去做一个很大字就是很天然的生态词 然后你就是可以用周围的石头啊去堆砌成一个很美的水井 那你也可能就是有机会啊当一个小工头 然后跟着师傅然后参观就是做到一半的工地 然后去检讨说这个工地还有哪些瑕疵啊 或者是说这个工地啊是什么样子的结构啊怎么完成的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在一旁参观他们在审核施工图的过程 然后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你可以发现一个工程从一开始到结束是怎么样子的完成 对然后中间是要怎么检讨的 那其实啊因为我们科系主要是做一个环境规划 就是环境规划就是要适合人也要适合生态 所以呢我们在做一个规划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不同人的使用 所以我们呢就是有一门课就是要自己亲自体验 当身心障碍人士 你可能要做着人语去体验一个空间 或者是拿着导盲帐去体验 你可以发现这个空间到底适不适合所有人使用 所以其实我们的科系基本上都是从体验中去学习所有的事物 那我们呢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以外呢 我们系上在大三生大四的暑假啊 然后会有一门课叫做实习课 那需要同学呢就是要投履历 然后到业界去实习 像是有些同学就是投苗圃啊 或者是工程公司啊 或者是建筑事务所 然后也会有设计景观 景观公司等就是都可以投 那我主要是去荷谱部分有限公司 然后这是一个设计部门的公司 那我在里面主要做就是制图的部分 那你在这其中呢 你就可以跟就是跟公司里的人一起讨论设计 然后你也可以去跟设计建筑师啊 讨论一些就是设计上的修改 那我刚好进去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外国的设计师 那你就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学习你的语言能力 然后就是想尽办法跟他沟通 然后了解他想要我帮他改什么东西 或者是告诉他说我那个部分有做修改 所以我觉得就是到实习公司去实习的话 你就可以了解到就是比较现实面的部分 你可能会比较了解说一个公司要怎么拿案子 然后拿到案子之后呢 要怎么去检讨一个设计 然后大家整个公司的部门啊 都要一起就是去去做一个动 就是思考的部分 就是每个人就是会提出自己的想法跟意见 所以呢我觉得啊 进入公司之后学到的东西 又跟学校会有一点不一样 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经验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不会画画我也不会 可能也不会守公义的东西 那我是不是就不适合读景关系 但是其实啊我们在大一的时候 就会有设计表现法的课程 它会教你如何去制图 或者是去手绘啊 然后跟上色 那其实就是从大一开始就会有训练 那我们从大一到大四啊 就会渐渐触碰到很多的电汇软体 然后我们系上也有开课就是会教你一些基本的制图软体 很像是AutoCAD 然后也会教你那个Photoshop跟Illustrator 然后也还有3D建模的一些软体 那我们啊还有在就是做模型的部分啊 也会教大家就是一开始就是会教大家怎么折束 因为我们是景关系 所以之后的模型其实会有很多指摘配置啊 或者指摘设计的部分 你必须要用模型呈现 所以你就要学习怎么折不一样质感的束 所以呢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就会开始训练 大家怎么折束 然后学长姐有时候可能模型做不完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帮学长姐做模型 然后趁机就是学一些小技巧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景关系 所以我们对植栽的认识要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从大一开始我们就会训练 就是老师会就是有一门课叫植栽课 然后就是会带你去认 从学校的植栽开始练习 就是你要去认学校的每一棵树 它叫什么名字 它的特性是什么 对 然后呢之后呢 你之后到了外面户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有职业病产生 你看到一棵树 你可能会去想说它是什么树 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 它适合种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景关系需要学习的地方 那么在进入景关系之后 我觉得还蛮多的机会 就是会让你学习怎么样子团队合作 你可能会有摩擦跟沟通 但是其实这两个加起来就等于你 就是你会让你成长 那我们有很多的课 其实都需要团队合作 像是这个就是我大一的时候 我们就是全班被分了五大组 然后大家要做一个很大型的设计 然后我们就是要把一个小小的模型 把时间在一个地景上面 那大家就是会一起讨论 说要用什么材质 要怎么支撑会比较好 然后虽然中间 可能你可能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 但是你在做的过程 就是会跟大家一起讨论 每个人的想法 然后并且把这个模型给做完成 然后你可以从瑕疵中去 就是检视你未来要怎么改善会比较好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课 也不是说只有单方面的吸收老师的知识 因为我们的课程有些就是 你可能在上课 老师讲解完这个课程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做一些分组的讨论 就是不是单方面的吸收 是你要有贡献你的知识 然后你也可以吸收到不同同学的知识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一个作品出来 然后最后就是可以发表给大家看 所以我觉得这种讨论的上课方式 就是对我们其实蛮有用 就是会让你去思考很多事情 那景观性在未来的发展呢 在讲到发展之前 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要从现在开始累积自己的努力 因为从大一开始 就是我们系上就一直在推 推荐大家去考那个造元的技术式的证照 然后你就是可以像图片中的一样 就是我们学校的场地 就是可以让你练习 就是考丙级的场地 那你就可以练习怎么样 气红砖或是排山木柱 以及铺石板铺面的 然后可以去考取证照 这就是你未来的一个履历之一 那其实我们从大一到大四啊 都会有很多的设计的作品 对就是不管什么课都会有 那你就可以集结这些作品 变成你自己的一本履历 然后做成一个作品剂 然后这些对你未来的就业啊 或者是推研究所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 所以呢我觉得啊 就是累积履历啊 不是从大四才开始 是你一进大学的时候 就必须要开始做 无信中就要开始累积这些东西 那我们景观系啊 如果想就业的话 就是可以有蛮多的选择 譬如说像景观设计啊 或者是景观工程 然后你也可以走设照 或者是观光游戏等 然后或者是走园艺也可以 就是有蛮多的选择 那其实啊 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要继续升学 那你也可以选择跨领域的结合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升照 就是继续专研景观系这一类型的课程 然后像我的话 就是选择跨领域的部分 那我未来就是想要进入 就是都市计划学系 那就是让我在大学的领域 跟未来读研究所的领域 可以互相结合 然后到了未来找工作的话 就是你的选择就会更多元 就是对你未来的路 就会有更 就是更宽阔的选择 那介绍完我的科系之后呢 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大学四年 让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系上最重要的课 景观建筑设计 那这个课基本上就是用生命幻来成果 那我们这个课呢 其实就是你在做一个设计 就是有我们一个学期啊 可能会有二到三个设计题目 那每一个题目啊 老师都会可能会订一块地点给你 那你就必须要在一个月左右 就是要去做基地调查 就是限地勘查 去了解当地的生态或人文历史脉络 然后呢 进一步去整理他的资料 然后了解这个地区的背景 然后再帮他做一个完整的设计 然后我们会花比别的系好多的时间在这门课上 然后呢最后你会做出一个成果 就是像照片上看到 你就要必须作为一个一整个图面的介绍 就是利用你的图去呈现 你是怎么这个地区的背景 然后呢你是怎么发想的 那你最后需要把它规划成什么样子 然后并且去用模型来就是呈现给大家看 对 然后我们呢其实在这个课程啊 就是会有很多次的就是口头报告 然后可以训练你的台风 只是其实是蛮不错的训练 那虽然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这个系还蛮累的 就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课程上 但是呢其实呢 你在做这些事情当中 你有很多不意外的小惊喜 譬如说像是你跟同学可以一起熬夜 熬到早上 然后可以一起去看我们学校旁边的日出 所以其实这可能是其他系 可能没有过的经验 但是你就是会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经验 对 那说到之后我们到大四的时候 其实会有这个课到大四会有一个重要的那个成果发表 就是毕业展览 就是大四下的一个成果发表 那我们呢就是从我大一到大三我都有参加过学长节的 就是毕业展览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就是从一到三年级的训练啊 然后到大四的时候你就要一 你必须要把这些技巧运用上然后做出一个很大型的花一年的时间做一个很大型的成果 然后最后呢会跟其他学校的一起展出然后互相较进自己的作品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大学四年来的一个成果发表的一个就是结束 那第二个课程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那个景光工程课 那景光工程呢它是开在我们大三的课程 然后这个课啊其实呢就是老师基本上会教你一些就是钢筋的数目啊 就是一个柱子需要多少钢筋 然后它需要用到怎么样子的型号的钢筋 然后也会教你怎么样子就是配就是钢筋水你的配比啊 就是蛮多的一些工程上的一些小知识啊 会让你在未来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即使你未来不想要走景光工程这一类 但是其实对你来说有还蛮多就是可以运用在生活上的小知识 那我们在这个课啊其实会有很多的那个实际的操作的课程 然后老师啊其实有就是会请师傅来教我们怎么样做墙面的装修 就像图片上看到的就是你要学习怎么样把很多不一样颜色的石头 然后砍在墙壁上然后他需要用怎么样子的水泥什么样子的材料 然后他的流程是什么在我这个课程上都可以学到 而且还蛮有趣的对 然后我们也会自己试着画施工图 然后最后大家一起把它完成 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就是成品 就是我们这一栋房子基本上就是从我们第一届到最后一届 让大家就是从这边就是从这边做练习 然后这栋房子都是我们就是我们景观系的成果 那另一门课呢叫做苗圃学 然后这一门课就是上课地点都在我们学校有一个苗圃 我们都会在那边上课 然后这门课呢其实会让你种到很多不一样的植物 譬如说像是向日葵啊 还有一些很多不一样的植物 那你就可以就是从就是直接就是你从一个学期 在种了很多植物之后 你就可以了解就是每个植物的特性 然后有些植物甚至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艳 就是有一种植物可以用千叉的方式去种植 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叶子或者是金 然后放在土里面呢 适当放在土里他就可以直接生长成一整株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植物的生命力是非常的旺盛的 那我们其实啊还有很多科系啊 就是很多的课程 就是会发现其实景观系不只是在环境规划部分 也不是在除了植栽设计以外 其实你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小体验 就像是说我们有一门课就是叫做花卉学 你可以就是体验插花的技巧 就是做一些手工艺的部分还蛮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去利用不同颜色的花 或者是不同质感的就是那个植栽啊 然后配置出一盆美的一个盆景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课程就是会教你怎么配 就是多肉植物怎么把它弄成一个很美的小盆栽 然后我们会到园艺上去选就是选你想要的植栽 然后以及选择你想要的盆栽 然后呢就是用一些小技巧啊把它放在同一个盆子里 让它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小盆栽 这样这都是我们就是在景观系的时候所体验到的一些课程 那在介绍完我的课程之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大四 所以呢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进行我的毕业设计 那我的毕业设计主要的就是议题就是要拯救偏乡小学面临废校的危机 然后这个这个是主要是教育部的偏乡计划 那因为这个学校啊它是位在新竹县的新浦镇 然后是在新浦镇清水里 那这个小学它叫做清水国校 因为这个小学其实因为就是就是面临就是人口外流的问题 然后小学人数不足所以差一点面临废校 但是他们其实很积极的在推广特色教育 所以呢就是可以看到照片中的 他们其实有很多设施可以让小孩子去体验生态 然后也会设施一些小小菜谱让他们自己去种菜 然后每天下课就会去关心一下他们种的菜 然后交个花式个肥 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就是生态池或者是生态步道的部分 然后都是为了在推广他们学校的特色 那我们也会藉由这个计划 就是去深入他们这个地区社区的居民 然后发现他们其实是还蛮有特色的一个客家聚落 他们就是保有了很多的传统文化 譬如说像是客家美食 客家米食的制作 那这个就是用传统的器具去做出道地的美食 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去体验去感受他们在地的文化 那我们其实也会去深入了解他们农民的生活 以及他们在对这个社区的愿景 并且会办理很多次的讨论会议 会召集到学校的教职员还有社区的居民一起来讨论 未来需要怎么发展呢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以及我们是给他的建议是否符合到他们的需求 那也会办理一些小型的成果发表 就是把我们学生的创意都集结起来 然后跟居民一起讨论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这块地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那之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我大学四年 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参与系上活动 所以其实我在参与系上活动的时候 就是可以跟很多人互动 所以我觉得系上活动是对我来说 在大学的生活中是蛮重要的 然后在我大学期间就会参加啦啦队活动 然后啦啦队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学校的蛮有名的一个比赛 因为我们学校的校队其实蛮热门的 所以其实我们每年学校都会办很大型的啦啦队比赛 然后我们系上你都每年都会参加 然后其实因为虽然说我们系很忙 但是你可以就是在忙中 然后抽一些时间跟大家一起练舞 然后可以就是趁这个机会 然后可以瘦身 然后也可以也可以输压输减的压力 那我们系上呢也会有组成排球队啊或篮球队 那你就可以就是也可以在课余时间去参加这些活动 像我就是参加排球队 那因为我们景观系啊 每年都会有一个那个春过景观杯比赛 就是球类比赛啊 还有很多运动项目的比赛 然后呢就是我们会为了这个比赛啊 然后很努力的去练习 那我们呢其实每年啊学校也会有一些 呃圆游会的活动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就是你要做一个小摊位 然后我们景观系啊就是 像我那一年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手手试集 然后这个试集就是卖一些二手商品啊 或者是小盆栽 就是还蛮景观系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把你在科系的专场运用在这个小摊位上面 其实蛮有趣的 那我们戏上我觉得最特别的啊 就是我们戏上每年都会办戏游 就是戏上的就是游玩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就是一到四年级都会一起参加 然后我们每年就是会有不同的地点 像是有时候会去澎湖啊 然后或者是小琉球 然后也可能会去蓝宇啊或绿岛之类的 那我们就是就是透过这个旅游会增进彼此 就是各年级的感情是个蛮不错的活动 对就是跟其他科系蛮不同的 那我们戏上啊每年啊 就是可能就是在特殊节庆的时候 我们会办成像席装衣服那样 参加不同就是不同的活动 像是圣诞节啊或万圣节啊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就是小打扮一起参加活动 就是其实是蛮有趣的 那才在景观系这个就是进入景观系 其实我有很多的特殊经验 就是因为大学就是会想要疯狂参加一些自己没有的经验 像是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系上会就是会就是积极的 请我们参加就是全国学生景观净土 那这个净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触碰到的比赛 那刚好我就是跟另一个同学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刚好获得了加座成绩 然后借由这个净土比赛 那你就可以去跟其他学校的互相就是互相的就是进入 然后就不会说就是只是跟自己班上的同学互相比较 你可以去外面就是跟大家一起挑就是挑战不同的就是新事物 然后你可以从中间去了解说 你还差别的学校哪些专业的能力啊 你还需要哪些需要改进 那这个是我在这个进入学到的东西 那在大二的时候啊我也有参加过大专生农村回游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就是在每个学校其实都有在推动的计划 那我那一年呢我们主要是去服务的是五丰乡的和平部落 然后这部落它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那他们其实有非常想要推广他们自己的观光的事业 那我们就是在计划一开始啊就是会跟他们搬一些座谈会 去了解他们未来的愿景 以及他们想要推广的特色是什么 那我们在这其中啊也会 因为我们这个参与这个计划的时候是在暑假的时候 那我们每个礼拜啊的有四天都会住在山上 那我们就会体验他们原住民的生活 然后我们也会帮他们修理一些东西 像是有一次我们就是在山林里面帮他们修水管 那就是这个是一个超就是非常可怕的体验 因为原住民带我们走的路是他们原住民自己走的路 那我们可能一般人没有走过就是会非常的惊险 因为你可能就是很多地方就是路很小 然后你必须有什么东西可以搬 你就会要尽量搬就是避免自己滑落山果 然后虽然这个经验蛮可怕 但是你可以学到很多野外求生的方式 那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啊 我们也会去体验到很多原住民他们自己的特色料理 像是他们会用运用他们当地就是竹筒 所以他们当地很多竹林 所以他们就是会用竹筒去做墙就是房子的外观 然后也会拿来煮一些美食 然后也会做竹筒饭 然后这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地方 那我们也会在就是在这段期间啊 就是有空的时候啊 大家会一起在河边玩水 因为呢这个经验其实蛮少有 可能是你小时候的时候在家旁边的小水里面玩 就是小河里面玩水 然后到了长大之后可能就没办法有这个经验 但是我从这个计划当中啊 就是就是可以很难的可以跟大学的同学一起到河边玩水 就觉得这个计划带给我蛮多的回忆 那我们在这个计划的最后啊 其实有办一个夏令营的活动 就是让城市的小孩走入山林里面 去体验怎么当一个小小猎人 然后这个小 其实这些小朋友啊 其实就是可以在这个活动之中啊 去了解怎么样野外求生啊 或者是所以山上有哪些职灾是可以实用的 然后要怎么让你能够增加自己的体力 然后并且可以从中间体验原住民的文化啊 还有原住民的服装 以及原住民是如何狩猎等知识 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对他们来说是蛮有意义 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是会更了解如何保护大自然啊 如何去接纳不同的族群跟文化 然后让他们在从小的时候都有培养到这种观念 让我觉得说其实这个活动是蛮有意义的 那其实呢在参与其他活动之中呢 我就有一个就是让我对我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 就是担任系学会长 因为这个会长的职务就是你必须要是很全方位的 去了解科系的就是任何事物 然后还要了解就是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对那你要再就是要必须要很了解他们 才能当做自己是一个很中立的人 那面对一些纷争的时候必须跳出来去解决 那你也要掌握系上所有的事物 那其实呢在担任会长期间 那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怎么跟人相处 然后而且呢从就是这段期间 会更了解班上每个同学的特质 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身上 都有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优点 然后会就是更争取跟班上同学相处的时光 那其实啊我们在就是系学会里面 是主要是在大三的时候 我们会花一年的时间一起相处 那我们在办每个活动的时候啊 每个人都会有在每个活动都会担任到不同的角色 可能你在这个活动是担任场地布置的角色 下个活动可能又是要担任音响控制的角色 那在下下个活动你可能又是要当主持人 所以其实大家在一年来的训练中啊 你就会发现你会了解说一个活动啊 从一开始到结束要需要怎么样子的人员分配啊 或者是说每个工作啊需要怎么样把它完成 对 那在最后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大学四年的心得跟收获 那进入景观系之后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地方有所差别 就是你可能会发现啊 不只是出国才是大开眼界 你可能在台湾旅游的时候 一个风景就会让你有所感触 然后或者是说你到了一个乡村聚落 你会很想了解说当地的人文背景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生活形态是什么 那或者是说如果你有一天可能走到了一个观光地区 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说他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文化 去发展这个观光的 那你也会觉得说 如果你发现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 发现怎么这么多人在那边休息啊或者是活动 你也会去特别的想了解说这个地方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甚至是你可能在走在一个阶梯上发现阶梯缝之间的小草 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们是非常的美好的 而不是一般的杂草 那进入景观系之后呢 以及这四年的训练之后 我觉得啊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你有很大的成长 就会让你在态度上有很大的转变 你会对自己会觉得很多事情需要用前辈的心去看待 而且你会对很多事情有所感悟 那其实大学四年啊有很多的机会都可以让你自己去更了解你自己 你会发现呢你不会像以前这么不成熟 你会越来越对很多的事物有不同的心态去面对 那因为呢之前有就是在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科系啊有很多表现的机会 所以你会在这些表现的机会里面啊去认清自己 然后会知道说自己其实呢是不同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所以呢你会开始增加自己的自信心然后去表现自己 那我觉得啊我在就是在景观系其实呢从一开始是蛮内向的 然后到后面呢经过就是四年来的训练 不管是参加活动啊或者是系上课程就是 会让你发现你已经开始渐渐的找到自己的优点这样 那我觉得啊其实啊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啊大学四年啊就像一篇精彩的故事书 因为呢其实呢不要荒废这四年这四年呢其实可以让你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就是去挑战不同的事物然后对任何事情都抱持着好奇心 然后不要害怕去犯就是不要害怕犯错 因为这些事情可能都会让你找到就是自己的兴趣啊或者是找到就另一片天空 而且如果你很激奇的去创造你大学四年的每一个时光的话 你会发现在你四年结束之后这就像一篇自己的精彩故事 然后会发现说每个人其实都每个人不同的精彩故事一样 那谢谢大家收看我IOH的讲座 considered 一个人好 了